在5月13日 世界法輪大法日到來之際 週日 英國部分法輪功學員在倫敦舉辦活動 共同慶祝大法洪傳29週年 請看來自英國的報導 來自英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都相聚在倫敦 共同慶祝法輪大法洪傳29週年 同時恭賀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七十華誕 並表達對師父的感恩 活動上 不同族裔 不同背景的法輪功學員 分享自己因修煉而身心受益 道德提升的故事 我認為最重要的改變是我的相關 我的周圍 如何改變 如何利益自己和家庭 我們之前的問題都被解決了 因為我決定在我的心中和自己的改變 你知道真善忍的這個價值的時候 帶孩子其實就很簡單了 因為我相信如果我的孩子 他真的能夠做到 按照真善忍去做人 明白這裡面的這個道理的時候 他這醫生不管遇到什麼事情 我都不會很擔心 因為我完全相信這個principal是最好的 在工作中的話 即使有時候有些情況有壓力 但是知道自己做什麼 該怎樣做 就會整個事情更明 過程中更明確 做事情的話也更堅定 然後的話 就是對同事 對工作來講 感覺自己也會更負責 在每年5月13日 世界法輪大法日到來之際 法輪功學員都會向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表達節日祝福 並恭祝師父華誕 願師父少一份操勞 多一點欣慰 謝謝師父 我希望師父 祝師祝福生日快樂 並感謝他從中心的心 給我機會成為法輪功學員 英國大法弟子 恭祝師父生日快樂 法輪大法好 人善人好 新唐人記者舒亞 英國倫敦報導 福祉主要做事 在我祝福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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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